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正是我们立法委员们发挥我们的能力 为国家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这个危机在内政方面 连人民生活的基本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我们的食品安全 让我们出门买东西都觉得困难重重 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我们的经济逐步的衰退 就以第三季而言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只有1.58% 相较于香港 韩国 新加坡 他们的成长率都是我们两倍以上 而我们的成长率逐步下滑 出现了四大产业 其中最著名的面板产业 连续六个月出口衰退 我在这里也必须坦诚的说 没有希望回来了 因为大陆已经完成了替代的效果 我们面对了严重的危机 在另外一方面 就在昨天我们看到了 国际组织发布 气候变迁的绩效指数 我中华民国 在61个国家里面 连续两年52名 如果这是一个学生的话 他应该已经进入辅导班了 但是我们的环保署呢 爱莫能助 双手一摊 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在这个时刻 我们需要领导力 这个领导力来源 如果行政部门没有办法的话 就需要我们的立法委员一起来 但是 我们立法委员怎么解决问题呢 看到了经济成长的衰退 我们砍经济部长的年终奖金 有用吗 没有用 我们看到我们法制系统出了问题 我们赶走检察总长 有用吗 也没有用 如果今天我们不能深切反省 行政立法部门都要反省的话 台湾就要陷入沉沦的环境了 沉沦的环境 大家如何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